匈牙利猎场上 西西和安德拉西在侍从的跟随下纵马奔驰 结果两人走了岔路 只好在隐秘的树林暂时下马谈心 西西表达了她的喜悦 在匈牙利更为自由 孩子也属于自己 两人谈论到了八个雅尼伯爵这个叛乱分子 因为革命时 她的父亲和13名军官被处死 所以她的母亲不允许她跟皇帝示好 西西听闻便表示 是要跟他们谈谈 她相信两方可以互相体谅 考虑到八个雅尼不会同西西见面 西西让安德拉西邀请这人参加宴会 自己再去拜访 突然一群孩子从林中窜出 缠住了两人 一个吉普赛女郎要给他们看看手相 她看了西西的正冲厚 夸赞 你会再生一男一女 你会永远健康和幸福 西西开心地让安德拉西赏了硬币 转身离开了 女郎却目光悠悠 我的天哪 这个女人厄运缠身 而后西西和安德拉西 露过吵闹的一家人 见男人家暴她的妻子 西西上前阻拦 却无端被那女人泼了一盆冷水 我们的家事不用你管 安德拉西斥责他们 眼前的正是皇后 西西却白手示意离开了 宫廷内 索菲正对弗兰茨 诉说着一大堆对西西的不满 奥利利皇后在匈牙利一带 就是几个星期 把自己的丈夫和国家抛在一边 和可恶的革命党混在一起 甚至跟发誓永远轻蔑皇帝的巴格亚尼结交朋友 弗兰茨为西西辩解 她也是匈牙利的皇后 也理解巴格亚尼对自己的恨意 索菲最终亮出的底盘 有手下汇报 安德拉西爱上的西西 尽管弗兰茨心有不安 但她坚决相信西西的人品 并不打算将西西换回维也纳 即刻有人报告 奶奶公主和维卡夫人前来造访 他们要在这里小住 在见过姨妈之后 弗兰茨缠着奶奶的手向她问候 自从婚礼一别 他们已经很久没见了 这一刻 维卡才从索菲嘴里听说 西西不在乌言纳 不尽有些遗憾 四下无人 索菲探问起 奶奶为什么现在也不结婚 维卡坦诚 她也摸不透 今天来造访是为了十万伙计的事情 他们家的大儿子路德维希 要跟一个女戏子结婚 贵宿通婚 在当时跟疯了没有一点区别 索菲更是吐槽 让皇帝去做一个女戏子的弟弟 不像话 但这事已至此 路德维希甚至跟家里断绝了往来 住到慕尼黑大学去了 因而 马克西风尘仆仆 跑过去跟儿子谈判 这件事没得商量 婚礼不允许举办 大儿子却嬉皮笑脸 根本不会举行婚礼 因为他们两年前已经秘密结婚了 虽然家里人都不知道 但奶奶知情 何况 儿媳妇已经抱着孙女前来看爷爷 马克西公爵本就对孩子爱心满满 实在难以招架 只得默认了 即使她顾及女儿希希是尊贵的皇后 但路德维希觉得妹妹根本不在乎 书桌前 弗兰茨热切地给希希写着思念的情书 但又傲娇地撕碎了 很快 马克西回到了皇宫 指责女儿奶奶 为什么要瞒着她哥哥路德维希 结婚生子的事情 但妻子维卡随后而至 她又得咬紧牙关保守秘密 然而维卡冰雪聪明 她从丈夫犹豫的神情 明白她有事瞒着自己 她迫不及待询问路德维希的回答 马克西只好假称 路德维希答应你们不办婚礼的请求 另一边 希希在匈牙利府邸 精心照顾着小公主 女官提醒她 夜晚要参加安德拉西伯爵的宴会 当然 上校也跟随希希来到这里 并重新爱上了一个匈牙利女佣 夜幕降临 从安德拉西口中听闻 奥地利皇后希希要来 气急败坏的巴格亚尼转身要走 一瞬 希希从大门踏入 面若惊鸿 身披彩衣 抓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连巴格亚尼回避不看 都难掩对希希的折服 此时 安德拉西依次向希希介绍 这些不驯的乱党的姓名 她没抬眼看了看皇后 依旧坚持不出声 希希也回馈礼节 只有巴格亚尼邪腺腻一眼 顽固不化 希希没有生气 又哑大方地走到巴格亚尼身旁 主动问候 很高兴 我们到底还是见面了 说完伸出手 见状 巴格亚尼不得不保持风度 行驶闻手礼 于是 希希不费一兵一卒 就收拢了叛徒 在她落落大方向前行走 一脸茫然的三恶人 才面面相去 询问为首的巴格亚尼怎么办 巴格亚尼也回过未来 事已至此 只能暂时留下了 同时间 奥地利皇宫内 弗兰茨也同奶奶偏人共舞 他们还转移到花园内 观赏月光 连虎而望 弗兰茨好奇 奶奶为什么还不结婚 她是如此漂亮动人 奶奶却面带伤感 转身逃避 她为她动了真心 再也容不下其他男人 提起裙摆 逃离现场 阁楼上 私下拉走皇帝父亲的马克西 做出请求 她想让弗兰茨 为儿子的妻子赏赐一个爵位 这样他们夫妇就不会于事不容 相应的会般配一些 另一边 巴格雅尼已经为西西的魅力所臣服 两人对视着 西西体贴地讲出心里话 她虽然不懂政治 但却想消除两者之间的对立 遭到巴格雅尼驳斥斥后 西西口吻变得坚毅 我认为 没有任何对立是不能消除的 她和弗兰茨都爱匈牙利 这个美丽的国家 便希望她能得到真正的和平 也反问巴格雅尼 是否信任皇帝和皇后 巴格雅尼呆愣一秒 真诚答复 因为西西她开始改变了 西西微笑着 谢谢你坚定了我的信念 一切都会实现的 随后 安德拉西闯了进来 邀请西西跳舞 西西应允 起身时 她却被追星刺骨的疼痛侵蚀 因身体不适而坐下 两人只能选择去外边透气 没打一声招呼就离开了 当西西和安德拉西在后院散心 迷醉的夜色如此动人 安德拉西忍不住动情地说 您是我认识的 最美 最有魅力的女人 西西浑然不觉背后的潜台词 还涉意安德拉西说下去 安德拉西单膝下跪 勇敢表白 我深深地爱上了你 从第一眼起 就爱上了 西西大为震惊 弄发一张好人卡 你知道 我对你是多么的器重和感激 你凭你的机智与才华 将匈牙力交到了皇帝手里 促进了一个民族的和平 你是我唯一信赖的朋友 失去这个朋友和智囊 是我最大的不幸 他要求安德拉西 把自己说的一切统统忘掉 但安德拉西执着 他做不到 被仓促表白的西西非常慌乱 盲面女官收拾行囊回维也纳 当然也没忘记叫上校 这次 上校又因为即将异地 跟她的情人恋爱告吹 这一天 西西带着小公主启程回国 小公主像她的母亲一样 对田园风光热爱不已 她没在家旅店暂歇 当缓缓进入店内却意外地发现 弗兰茨在这里 两个人一别惊念 心中有着千言万语紧紧相拥 原本她是打算去匈牙里接西西回家 她深深想念着她 支走的下人和女儿 夫妻俩这才能坐下谈谈心 两个人都在各自的地方被人表白 心存内疚 这才逃避离开 却意外重逢 只是谈到奶奶和安德拉西 他们又都粗意流露 心里很不适滋味 终于弗兰茨忍不住对西西表白 别再离开我了 我需要你 西西虽然也有多年后再去匈牙利的计划 但她希望弗兰茨也抽更多陪陪她 弗兰茨玩心大发 极客带着西西前往衣食尔 状元内 维卡在草地上看到一个迷茫奔走的小姑娘 爱不射手将她抱到马克西身边 奶奶知道了爸爸的用意 忙去找大哥路德维希和他的妻子 他们的计谋是先斩后走 反正弗兰茨已经赏赐给儿媳爵位 她跟罗德维希现在是般配的 又有这么可爱的宝贝孙女 维卡没道理不同意 一时二的草坪 西西和弗兰茨比赛摘花 当那雀跃地奔向弗兰茨 却昏厥在她的怀里 此时 西西不再逞强 对弗兰茨说出 她在匈牙利落下的病症 于是 弗兰茨马不停蹄 带西西回了维也纳 会议室 尽管目前国事紧急 但弗兰茨完全听不进去 一味地担忧西西的病情 西西的病 惊动了多位太医 她竟感染了肺炎 太医汇报给索菲 建议皇后去疗养 但即便如此 她的病也很难痊愈 偷来的事件 令索菲觉得棘手 她无法对皇帝言说 也无法告诉皇后 只能想方设法 告诉维卡和马克西 因而 维卡和马克西 接到维也纳的来信 简直崩溃至极 他们不敢相信 曾经活泼健康的女儿 会变成这样 可惜西西的症状更加严重 已经出现了咳嗽 索菲决定直接告诉弗兰茨 且不允许小公主再见西西 而太医 为了不让皇后因此患上忧郁症 特批准她活动一小时 因而 西西急不可耐 穿上外套寻找弗兰茨 却意外在书房门口听见 索菲诉说西西得了肺病 情况不乐观 需要与皇帝分居休养的事情 弗兰茨不可置信 西西是她的生命 她不知道失去她 自己该怎么生活 门外的西西也是一脸的痛苦 特别是索菲强调 奥地利需要一个健康的皇后 健康的孩子 健康的皇位继承人 要是西西活不到冬天 那么现在就得开始 物色未来皇后人选 听完后 痛苦之急的弗兰茨立马表示 如果上天真的要她失去西西 这个命中所爱 她就官夫一辈子 不再娶妻 索菲痛斥她的任性 道德绑架加责任束缚 逼迫弗弗兰茨 想想自己的身份 弗兰茨却不想以帝王的身份 思考什么 她只知道 她唯一的欢乐是西西 失去她 一切没有意义 门外聆听的西西感到不已 在索菲离开后 捏手捏脚 来到了眼面痛哭的弗兰茨身旁 纵使他们都知道 除了死亡 没有任何东西能分开他们 但是已至此 西西只能宽慰 警报她的弗兰茨 我的病会好的 我们以后也会有小王子的 我这就去疗养 哪怕走到天涯海角 我绝不辜负你的情 自此 西西在某个岛屿疗养 而弗兰茨为了表达爱意 日日派人送来玫瑰花 可日渐衰微的身体 令西西越来越忧郁 甚至直言 觉得自己永远也好不了了 太医向皇帝汇报 皇后的身体愈发糟糕 甚至还得了抑郁症 可是 弗兰茨除了源源不断的礼物和花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帮西西消解苦难 西西在原地自怨自已 忽然又用光明与黑暗同行宽慰自己 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了她 正是她亲爱的妈妈 西西喜悦至极 和维卡紧密拥抱 互诉中场 西西不敢写信让维卡过来 即便她每天思念着妈妈 幸好母女连心 刚知道西西病况的维卡 日日担忧 也迫不及待主动前来照顾女儿 不得不说 维卡的到来像一剂良药 西西身体越来越健朗 人也越来越活泼 与此同时 上校也在这个岛屿的图书馆 收获了新的恋情 可上校和美女的爱火才点燃 西西就从妈妈嘴里发现 她的心态和身体都已经康复 因而 当女官又来传达要走的旨意 上校化身为枯包和女友临别 西西和母亲途经希腊 给弗兰茨写了一封信告知 太医急匆匆赶来给西西扣诊 判断出她身体已经完全康复 现福的西西难以掩藏 累马扑到维卡怀里 告知她康复的好消息 伴随消息传到皇宫 弗兰茨和索菲都如是重负 更有大臣建议 皇帝和皇后应该即刻启程 探访米兰和威尼斯 尽管弗兰茨担心 西西需要更多的修养时间 但索菲钢铁手腕 果断决定和意大利结交的国事为重 意大利的皇家剧院 原本乐团队造访的奥地利帝后 充满轻慢 拒绝演奏奥地利国歌 其实连那些东岛西歪的贵族 都是一些厨师农民伪装的 连对政治一窍不通的西西 都明白他们的意思有些尴尬 但在一曲俯辟后 仅无所谓的放声鼓掌 带动弗兰茨等人 这对聪明的夫妻相视一看 立马生出一个馊主意 西西要接待意大利看台上的贵族 这些伪装者 东岛西歪的姿态被尽收眼底 尽管西西和弗兰茨没有戳破 却腹黑地让他们在小报上明天见 这下文迅的珍贵族们有些坐不住的 代表他们的人把他们的脸面都丢尽了 当西西和弗兰茨乘船在威尼斯巡礼时 家家户户闭门不看 不发出任何声音 遭到冷遇的弗兰茨倍感延绵受损 西西却柔声宽慰她 庄严的威尼斯大教堂 奥地利帝后走在红坛上 百姓们依旧冷眼 直到小公主尽直奔到她母亲西西身边 西西也赶紧抱住了思念的女儿 这动人的一幕感染了亲情至上的意大利人 他们高喊妈妈万岁 向西西沉浮 第三部更像是一个公主系列电影潦草的收尾 换汤不换腰的故事内核 美丽聪明勇敢的公主情节 人格魅力 俘获了中国平民的爱戴与迷恋 只是电影塑造的西西形象 仍在一定程度上 彰显着女性的智慧与手段 白恋成钢化为绕纸柔 谁说女人的温柔善良 没有男人的血染厮杀有用 虽然故事被包装成无邪可及的爱情故事 但在悠悠历史上 戏虽假 情义是真的 一生苦命的西西皇后 60岁被刺杀 若干年后 那位垂垂老矣的皇帝弗兰茨 对着听不到的西西深情告白 她可能永远也不知道 我有多爱她 戏是假的 唯有一丝真情曾存在过 这就是电影传承的意义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